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普达哥的普尔茶的地里 今天正好看到普达哥的地要采茶 它有一片地用过咱们巧克力 正好零一片也没用过 我们今天正好做一个普尔茶的产量的测产 咱们选取同样的10米 用过巧克力的10米 没用过巧克力也量10米 来测一下10米的产量有何不同 普达哥咱们选一个 这是没用过巧克力的是不是 没用过巧克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这是10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多个标记 咱们要上下面去 下面那些是咱们用巧克力的 是吧 这一块是吧 来,这是10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片是用过我们巧克力 上一片没用过 咱们待会开始采茶 看一下它的产量到底有何不同 登场了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标记了 那个是我们10米的巧克力 上面有我们普达哥 去采 下面有我们阿姨来采我们 阿姨 你采到10米的标记 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好吧 普达哥你去采那个 咱们采这个 采茶已经采完了 是不是 普达哥的那个是没用过巧克力的 然后阿姨这个是用过巧克力的 对不对 这个是咱们这个店的秤 这是0克 咱们先秤一下这个没用过巧克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250克种好吃 就是10米的这个没用过巧克力的 10米的距离 是不是 来咱们记一下 来咱们测一下咱们用过巧克力的 这是用过咱们巧克力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多少瓶 这是350克 咱们可以记一下 能看到这个比例吗 没用过巧克力的 是250克 是不是 用过巧克力的 是350克 普达哥 这是咱们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记录 都是有全程这个视频记录的 是不是 是的 是不是完全的这个真实有效 真实有效 现在咱们看一下 这个用过巧克力 还没用巧克力的 差异的牙包 它的紧速度有何不同 咱们刚才呢 随机选了有 门人都有40个吧 40个 对不对 40个牙包 这边呢 是用过巧克力的 这边呢 是没用过巧克力的 来咱们测一下 这个高度呀 还有大小 基本我们选择都是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不同 这40个呢 是没用过巧克力的 是11克左右 来咱们再看一下 用过巧克力的这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这个 40个牙包 咱们这个能够达到 14克左右 这就是好像 它的紧细度不同呀 用过巧克力的 同样的这个 牙包的大小数量 而咱们呢 紧细度更强 说明的产量 会更高呀 10米的距离 咱们呢 是用过巧克力的是 350克 然后我们用过巧克力呢 是250克 相差100克 普达哥 咱们那个1亩地的话 大约有 400米 10米是100克的话 就是400米的话 就是 增长的话 有4公斤是吧 您重了多少亩 40多亩 40多亩 1公斤增长 1亩增长4公斤 4公斤 40多亩 160公斤是不是 160公斤的话 你现在1公斤卖多少钱 42 42是吧 42 1公斤42 这40亩呢 是增加了160 160是不是 嗯 这是多少 6000 6000多块钱是不是 咱们一年能采多少次产 你故意采4次 4次是吧 这40亩低的话 如果全米巧克力的话 光增产的话 你想想多少钱 这一次呢 就5-6000 你一个月采4次的话 是吧 是吧 两番话了 你跟大哥过信的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要继续用啊 继续用 继续用 去支持一下我们巧克力 跟我们一起点赞 好 点赞